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次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最终幻想16游戏中有关艾克尼克能力的话题 最终幻想16是最终幻想 这个长期系列中第一个完全动作RPG游戏 游戏战斗的核心是艾肯 元素主题的法术集合 战斗使您可以随时切换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重点介绍您绝对需要解锁的艾克尼克能力 在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艾克尼克能力的基础知识 以及他们在最终幻想16游戏中的工作原理 随着游戏主要剧情的进展 主角克莱夫获得了新的艾克尼克能力 艾克尼克能力可以使用通过赢得战斗获得的能力点来解锁和升级 每个召唤兽都有自己的核心能力 装备了该艾克尼克能力后 就无法更换 到游戏结束时 克莱夫可以同时装备最多三个召唤兽 和六个艾克尼克能力 每个召唤兽可拥有两个艾克尼克能力 每个艾克尼克能力都有一个攻击值 决定其基本伤害的强弱 每个艾克尼克技能都有一个交错值 决定其基本交错伤害的强弱 大多数艾克尼克技能在战斗中需要单独的冷却时间 但是核心艾克尼克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可以无限期使用 超级能力是极其强大的攻击 需要更高的解锁和升级成本 并通过更长的冷却时间来平衡 以下是个人感觉 在游戏中需要掌握的六个非常不错的艾克尼克能力 凤凰转变核心能力凤凰移动 可以让克莱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接近对手 并可以随后进行独特的剑斩或魔法攻击 这是游戏中接近敌人的最佳方式 非常适合穿越有多个敌人的繁忙战场 凤凰转变后的剑和魔法攻击 会对敌人造成不错的伤害 点火移动性是最终幻想石榴战斗的一个重要方面 虽然有几种方法可以缩小你和敌人之间的距离 但其中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点火 这种能力将您变成一个火焰弹头 可以在竞技场周围冲锋 对您所经过的一切造成伤害 升起的火焰召唤一只炽热的凤凰之翼来造成伤害 并可以将较小的敌人发射到空中 最棒的是 在使用点火时 您对移动有完全控制与凤凰转移不同 后者会自动将你向最近的敌人闪现 热浪攻击 热浪召唤出一道火墙 然后克莱夫将其剔开 产生巨大的射弹 当用于格挡敌人的射弹或魔法时 克莱夫会用更多的斩击进行反击 造成更高的伤害 并且该技能的冷却时间会缩短 当用作对抗射弹或魔法时 具有非常高的攻击力和交错伤害 用作对抗投射物或魔法后的冷却时间非常短 可以击中远处的敌人 对于更高级的玩家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能力 但是在不对抗射弹或魔法的情况下 使用时效果不够理想 致命拥抱 致命拥抱是游戏中最通用的能力之一 允许您抓住较小的敌人 并将他们拉近进行组合攻击 将飞行敌人从天空中拉下来 并在您将其意志表减半后击倒Boss 尽早升级这个能力以最大化您的抓取范围 精确躲闪 精确躲闪对您在最终幻想16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它允许您躲避几乎所有东西 然后如果您正确地即时跟进反击 升级精确躲闪 会增加成功执行精确躲闪的时间窗口 重生之焰 雷比斯之焰召唤火焰魔法风暴 对大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 同时治愈克莱夫的生命质 这是凤凰能力中最昂贵的一项 但它绝对值得解锁 并添加到您常规能力列表中 所有英魂都有一个特别强大的能力 而且大多数都只会造成大量蜻蜓伤害 重生之焰也做到了这一点 但它还会补充一些您的健康 除了极限突破外 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差异制造者 在原始伤害方面 优于其他超级能力 除了上述六种能力 其他艾克尼克能力还有很多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游戏体验和需要 去投资你的艾克尼克能力 也就是说 不用担心 最终幻想石榴 允许您撤销任何已解锁的能力 并获得全额退还的能力点 所以您可以混合匹配和实验 看看什么是最适合您的艾克尼克能力组合 这样也许您会发现自己的不能没有的能力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支持 也祝您玩得开心 我们下次见